上海女孩凭借总积分第一 拿下全国奖板锦标赛 获得U12组女子冠军 奖板运动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激发起她更强的这样的好胜心 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鸡蛋的中间 有一个非常好的驱动力 开过个人爵士乐读奏会 全网粉丝量数万的爵士乐钢琴手 竟然还有自己的科创发明 科创和音乐究竟怎么融合 碰撞出火花 课外有课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课外有课 我是主持人赵矮南 进入了暑假 课外有课也特别推出了 超级暑假特别策划 那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 孩子们对于暑假 还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 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个孩子 看看他们的暑假安排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如同露营 飞盘运动迅速席卷朋友圈一样 奖板这项看起来很时髦的水上运动 今年也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阵热潮 这个手里撑着一只奖 脚下踩着一块板 正在湖面上训练的女孩 名叫张又尹 今年11岁 在去年12月重庆举行的2022年全国奖板锦标赛上 当时年仅10岁的张又尹 在200米竞速4公里长距离赛和800米技巧赛三个奖板项目比赛中成绩优异 凭借总积分第一获得了英雄12组女子冠军 奖板究竟是一项什么运动 这个11岁的女孩最初是如何与奖板运动结缘的 课外有课正在播出 好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奖板少女张又尹 身边还有我们又尹的爸爸 先欢迎我们的又尹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还有我们又尹的爸爸张培奥 欢迎张爸爸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要请又尹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奖板这个运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就是站在一块板上用奖滑水 然后这个其实和它的起源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是起源于夏威夷的那种冲浪板 就是paddleboard是趴在板上滑水的 那怎么就站起来了 然后它应该不算一个很大众的项目 因为它还没有进入奥运会 但最近几年它已经发展得特别快 那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运动 爱上这个运动 第一次接触奖板大概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接触奖板大概是我五岁的时候 那么小啊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次巧合 我去仙岛湖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玩 然后途中那个游艇就坏掉了 然后我们就只能就划着奖板去上岛去玩 第二年八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六岁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我的第一次的奖板公开比赛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是全场最小的一个 所以我当时目标就是我可以划完这个比赛 但是后来我还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 它有一个像小的龙门架一样的 然后你要让板从那个龙门架底下过去 你从龙门架上面跳过去 当时因为那个主委会给我频发的 那个特殊门瓦奖 我就第一次站上领奖台了 然后我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当时是在一个开放水域吗 是在浙江的一个水乡 也是我们这个奖板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商业赛事 在南巡 然后的话它的一个长城赛 本身其实当时它并没有去定义 为青少年特别定义一个组别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成人的一个距离 爸爸和妈妈有没有一点担心 有没有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划着小船默默的 划着小船不行 我们就是这个跑着跟着呗 给它加油嘛 这个周末炽热的下扬高悬 然而并不能阻挡这一群小小奖板运动员们的训练 在嘉定区银祥湖公园的湖面上 张又寅所在的奖板俱乐部 正在进行三公里长距离训练 他们跃上奖板 脚踏稳固 双膝微微弯曲 跟着教练的指令 他们一边利用精准的力度和角度 使板在水面上快速滑行 一边用奖控制滑行的方向和稳定性 激烈的训练中 他们相互鼓励彼此竞争 尽管年纪不大 但这些小小奖板运动员 已经展现出了不凡的实力 小朋友从小开始学奖板的话 他可以增加自己第一个首先升高 第二个体能素质 然后第三个平衡能力 哪一个动作来比喻 就是我们的奖板 它是有一个板尾转向的动作 那走板尾的时候 他第一个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的姿态 他的身体姿态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那很容易落到水里面 奖板给这个女孩带来了哪些蜕变 暑假即将结束 这个奖板女孩未来 又有哪些新的计划 课外有课正在播出 进入这个专业的训练的体系当中了 你每一次训练 大概会训练哪些内容 有的时候是练长程的耐力 然后有的时候是练短程的那种爆发力 还有的时候就是练技巧 这种训练的过程中 整个这个安全什么的 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的吗 一定会穿旧身衣 然后也会带那种脚绳 就是以防落水以后 那个板部会飘走 然后一般就是也不会 特别在那种大风大浪的时候 下去滑 因为这样子也是带一定安全隐患的 其实我们右眼说的非常谦虚 因为小小年纪 其实战绩就很了不得了 去年拿到了一个12岁组的全国冠军 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当时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我是拿到那个全国奖板锦标赛的 12岁组冠军 当时他是那种就是全国国家体育总局 举办的最高级别的奖板赛师 然后一年就举办一次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心里真的特别忐忑 因为我也不知道对手的实力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 有想到过自己会拿到冠军吗 当时第一天是200米的短程冲刺赛 然后因为不是我的强项 我看到对手的实力 然后我拿到第三名 我心里大概就有个数 因为我的长程赛和我的技巧是比较占优的 我相信我第二天可以拿到冠军 这样子我就可以拿到总分冠军 然后第二天我真的就拿到了两项的单项冠军 然后呢 总成绩 总成绩就变成了第一名 然后 当时我领奖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 无疑是非常高兴的那种不可抑制的 又站上了你喜欢的领奖台 他要求了爆发力 他要求了耐力 他又要求了技术 那么因为他是比总分的 所以来说的话 他需要你可能三项的这个能力都非常综合的强 才有机会上上领奖台 所以其实跟可能有些单项 他可能只讲究耐力 或者只讲究爆发力 短跑 长跑 他很少有运动员坚向 而他们恰恰现在是需要耐力技术和爆发力 想问问爸爸 就是女孩子从事户外运动 特别是刚才我们聊到了 可能夏天的时候呢 要一直晒着 冬天的时候呢 脚底下是冰凉的 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有点心疼呢 心疼肯定是的 首先我问过他 我说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只要你喜欢 那我们就去坚持 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在保证安全性的情况下 而讲版特别好的来说的话 在运动安全角度 它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大不了落水 只要做好那个叫落水的 这种安全措施 它没有这种过硬的冲撞啊等等 所以可能那些担忧 都是不了解这个运动的人 才会有的想法 没错 没错 所以很多人认为 讲版可能是不是 我要会游泳才可以 其实不用 你只要做好安全防护 即使是你会游泳 也要做安全防护 也是要按照教练的 没错 规范的动作要求来做 没错 穿好救生衣啊 是 绑好脚绳啊等等的 这样一些安全防护措施到位 那他应该说 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万无一失的 我们又从五六岁开始接触了 讲版 您觉得这项运动对孩子 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您能感受到吗 我感受到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他意志力更坚强了 同时来说的话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自己的自趋力 然后在这个运动中间 不断地地培养 原先可能女孩子嘛 那个叫他是属于 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文静的 那么我们认为可能 这个通过体育锻炼 然后能够让他激发起 他更强的这样的好胜心 这样的话在未来的 不管是在学习 还是在体育锻炼中间来说的话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驱动力 接下来还有什么训练的目标吗 还有比赛要参加吗 今年的全国奖板锦标赛 应该预计是在10月份左右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开始备赛了 我希望在这个全国奖板锦标赛 可以继续站台 应该说就希望他能够超越自己吧 好 那就希望我们的张又隐 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早日地成为全能型的多边型战士 好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下一位少年 他是谁呢 他是年仅11岁的爵士钢琴手 即兴创作音乐人高盛琪 又叫小Matt 他从6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后来又转型弹奏爵士布鲁斯钢琴 除了学习之余 练琴打卡已经成为了高盛琪的日常 爸爸还特地给他在网上建立账号 发布他创作的各种爵士音乐 也记录了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 如今高盛琪已经拥有了五万多粉丝和十几万的点赞与收藏 在上海爵士音乐圈子里 可谓是小有名气 小小年纪不仅仅演过音乐剧 还举办过个人独奏会 更想不到的是 他还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获取灵感 设计科创作品 这位寄信爵士钢琴手的多元化成长的背后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 课外有课正在播出 好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一位爵士钢琴手小Matt 欢迎我们的高盛琪 欢迎 大家好 还有Matt的爸爸 我们的高俊先生 欢迎你 大家好 欢迎 我们的小Matt在网上有特别多的粉丝 我真的是今天采访你之前 我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了我一跳 那么多的粉丝 你自己知道吗 爸爸当时怎么会想到 帮我们小Matt用这种视频的方式 把他平时弹琴的这些细节 记录下来 分享到网络上 让更多的人看到 因为正好是前段时间在家 在家里面 现在也没事情 那我们想 要不我们通过这个方式 去记录一下小Matt的成长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拍摄 因为我也不专业 就从零开始 你非常专业了 不专业没有了 从零开始拍摄第一次视频 开始拍第二次视频 去尝试去记录他的一个过程 因为对他来讲呢 慢慢我们后面发现 就是也是一种鼓励了 那可能以前一年下来 除了一些考机的曲目啊 在家玩的一些曲目啊 可能一年弹个十多首挺多了 那现在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记录呢 我们一眨眼 半年一年过去 发现他已经弹了一百 估计四五首新的曲目了 那时候就是突然看到 有这么多人关注的时候 其实是很 还是挺 就是自豪的 然后就是也因为这个 然后就变成了动力 然后每天就也更努力的 就是练曲子 最早就是开始学钢琴的时候 学的就是爵士钢琴吗 没有 一开始的话是学的是古典 不然有一天听歌的时候 听到了一首正好是爵士歌 然后觉得特别好听 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 弹爵士的曲子 哪些地方特别吸引你 就是它的那种律动 它就是和普通的爵士 古典乐不太一样 就是它是有一种 特殊的一种节奏 就是很有律动性 然后能让就是很有吸引力 我看到你前不久 还开了一个个人的 爵士钢琴演奏会啊 当时演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呃 演出现场还还还不错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是有点紧张的 然后到后来呢 慢慢静下心来 沉浸音乐中 然后慢慢也就好了 呃 一共演奏的曲目 大概十几首 时长呃 一个多小时 现场应该有一百多个观众吧 爸爸看到自己的儿子哈 在台上呃 在这么小的年纪 举办自己的爵士钢琴演奏会 当时心里 除了老父亲的欣慰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更多的感受 呃 从一开始很紧张 嗯 因为他在台上很紧张 我们站在后面 我都没有坐下来 一直站着 然后站着很紧张 深怕他会弹错音 深怕他会怯场 嗯 深怕啊 他跟小伙伴的 可能合作的时候 会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就是各种想象的 对各种的 对情况都担心会出现 嗯 但从第一个介绍 从慢慢慢慢慢慢第一首歌 第二首歌 看到他慢慢进入状态了 看到他很自信的在那边 啊 寄信 他很自信的在表达自己 那 其实真的是对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 对于老父亲来说 终于能坐下来欣赏一首曲子了 谢谢 那我们Matt今天也带着他心爱的键盘 他的小伙伴来到了现场 那既然来了 我们就不能轻易地放过你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 这个 你可以自由发挥给我们即兴来一段 哦 好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能给你出几个小小的命题 很开心的一种状态 可能见到了特别多的粉丝 好不好 特别开心的 OK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这是现场的边曲 对 完全现在纯粹真的是零 从零开始的现场的一个线边了 有主旋律 然后还有鼓 然后还有一个和弦 好 这一唱鼓子好 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这一段的话用了四个音轨 第一个音轨就是旋律 然后接下来我就使用了鼓 在你刚才的这段创作的技术之上 做一点小小的改变 让它带有一些上海特色 上海特色 有点难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很棒 爵士乐技性演奏 是一种较高难度的现场音乐表达 除了每天都要练习独特的乐感 对于钢琴的基本功 更是要求扎扎实实 越是技性的现场发挥 越是来源于日复一日的练习积累 每天固定时间练琴两个小时 不间断地创作音乐 这些机械又重复的日常 并没有让高盛琦觉得枯燥 反而从中获得了科创的灵感 他将自己热爱的音乐和科创 结合在一起做出了多个科创作品 来辅助自己的音乐学习和创作 究竟音乐和科创有什么相通之处 跨界搞科创的爵士乐手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成长故事 课外有课正在播出 今天Matt呢 其实除了带来他的键盘 和他的整个的音乐工作站之外 还带来了一个小机器人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机器人 这是一个使用EV3材料制作的一个打鼓机器人 还是跟音乐有关 对 就是他是使用这个EV3材料 就是让这个机器人 他一个个的敲击这个键盘 从而发出一点 从而发出一个鼓的节奏 也是跟你这个键盘要组合在一起来工作的 对 给我们演示一段 他通过编写程序 设置他的节拍 就是差不多 非常棒 非常可爱 他其实能够实现特别多的这个曲目的演奏 还能跟你合作 对 说明这个机器人已经很棒了 都能够跟你合作 当时这个你做的这个 跟音乐相关的这样一个科创的成果 也是参加了这个科创大赛 突然就被通知 就是获奖了 然后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没想到就是自己 这样自己发 自己制作的这么一个小机器人 然后就是在和自己特长的结合下 然后就获奖了 当孩子的这种音乐和科创之间 他有这样一个结合的想法的时候 作为家长是怎么来引导他 因为整个过程 始终是大家是相互一起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一开始说 我们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小发明 那我们去列了很多东西 后来我们想能不能聚焦在他的几个特长点上 比方说他喜欢音乐 比方说他会编程 比方说他会电脑之类的 然后我们后来尝试看 那能不能去做一个和你一起去演奏的一个产品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前后是花了很多的一些时间去 其实当落到这个点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想法就可以实现了 挺有意思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种音乐的创作和分享还是会继续的 对 马上要进入初中的学习了 Math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我觉得的话还是这个特长和学习两不误 就是也是坚持去延长这个爱好 也是像爸爸说的一样 努力将这个音乐一辈子陪伴自己 那我们感谢小Math同学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你的非常优质的音乐 也跟我们的爸爸一起来跟大家做了分享 希望能够听到越来越多的你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看到更多的你的优秀的科创作品 好吗 好 谢谢 CQSanaract This is BY4BJ Bravo Yanki4 Bravo Juliet Alpha Bravo Yanki4 Bravo Juliet Alpha Over 这位手持对讲 说着奇特代码的少年正在利用400多公里外 国际空间站的FM调频中继转发器 进行全球远程卫星通联活动 全球各地的卫星电台将会同时收到它的声音 世界各地的业余卫星爱好者也将在这里共同学习交流 而它究竟说的是什么 这串奇特的代码又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句话是CQSanaract 这里是起一个标志吧 就是让其他通信的人可以意识到这里又可以有人要发信号了 后面会说一个呼号 我们的呼号是BY4BJ 指的是静安区活动中心它这个所在的这个代码 我们互相交换呼号 这些正在与全球电台通信的少年是来自静安区市七中学 市北中学七一中学这三所学校中对宇宙航天 无线电通信技术非常感兴趣的高中生 他们参加的是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举办的2023年暑期静安梦想星卫星通信体验营活动 经过暑期的五次课程的集训 同学们了解了卫星通信的原理 卫星雷达图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以及卫星摇测通信的基本流程 本身就对天文很感兴趣 然后在暑假我想结合上卫星这个通信 能结合在一起拓空我的知识 而在体验营的最后一节课上 老是给同学们选与致用的机会 真实地利用国际空间站的中继转发器 与全球的业余卫星爱好者进行实时通信 这次教堂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感觉非常紧张 这是同学们第一次利用国际空间站的中继转发器 来进行真实的通信 所以大家既兴奋又紧张 他们早早地来到教室做准备 利用雷达软件调整接收频率 保证此次通信万无一失 上午11点45分 国际空间站准时划过上海天空 同学们抓住时机向全球的电台 发出了静安无线电少年自己的呼号 更令同学们兴奋的是 他们也接收到了来自成都 广州 深圳 还有千里之外的电台发来的交流和问候 完全跟我们本身的预计一模一样 对吧 先是我们国内的电台 然后到日本的电台 这样一个整个过程 我当时还是比较激动的 因为距离很多公里 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通过这些通年的活动 或者是科学探索的这样的太空 特别是太空通信的这样的实验 那么让学生感到真正的高科技 也是可以出手可得的 有利于激发他们对未来进行通信实验 太空探索等方面的兴趣和乐趣 在结音仪式上 老师为此次静安梦想新 卫星通信体验营的成员们 颁发了结业证书 而这些同学也成功地 荣获了三级研究员的资格 他们将会参与到 静安青少年自己的科学实验卫星 静安梦想新的设计和研发之中 最终同学们一起亲手 将这颗小卫星送入太空 目前静安梦想新 已经进入了第一期的建设 主要是卫星的信标系统 以及卫星的通信系统 那么我们一边在进行 卫星的意见建设 同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学生的培养 说我们要培养更多的 具有创新律师和实践能力的 未来的创新文采 这个宇航科技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由静安青少年设计的星星 会出现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成为璀璨星空中最闪耀的那一颗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看看新闻APP 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课外有课 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课